Mavic Air 2 配件 秋天了 这期视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关于Mavic Air 2 的一些配件情况 那其实你需要的配件并不多 只是因为在长期使用下来之后 我发现虽然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无人机设备 但是它的一些我们讲硬件上的一些小瑕疵 也不能讲小瑕疵 就是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的一些情况 那也希望如果大家能够看见 DJI能够看见这些视频的话 能可以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进 那所以的话这些配件的话 在我自己使用下来 我是感觉到非常方便的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好的 那第一款设备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当你购买这个飞行套装之后 你会发现它送的这个包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把这个无人机放进这个收纳包之后 它没有很紧凑 就是你的这个悬翼你放进去之后 你看 你就给人感觉就 哎呀为什么会是 就是不紧凑你知道吗 很晃悠就是有很多空间 你其实这个悬翼包括这些东西 你是可以完全把它就是固定住的 这样给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虽然这个可能并不是个什么大问题 也有可能是我个人一些强迫症 所以的话其实我就在网上发现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 那其实也非 价钱非常便宜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考虑去购买的 就是这个小家伙 它可以完全把你的悬翼前后 就是上下都可以固定住 那具体怎么安装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好的那当你把你的这个无人机 拿到手上之后 这一个它一共分成两块 一块是稍微宽一些的 一块是稍微窄一些的 那宽一些 宽一些这个那就是放在背面的 当你把你的这个悬翼收好之后 你可以从左边给它靠上来 然后到右边给它固定住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 那你把这个悬翼把它放在一个 你觉得合适的位置之后 也是左边靠好 然后到右边靠好 那这样你再去装在你的这个收纳包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个悬翼 它就是在它的一个固定的位置 它就不会乱跑了 好吧 第二个配件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两个东西 那其实它们都属于同种功能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 就如果你在草坪上这个放飞无人机的时候 在起飞的当下它会提醒你 有时候可能周围的这些草地会比较过于高了一点 它会提醒你就是说它的这个壁杖被遮盖住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在沙地上面 在沙滩上面起飞的话 这些细沙在它起飞的同时 它有可能会卷进你的无人机或者是刮花它的这个表面 有这些情况的发生 那这种时候可以分为两个情况 你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第一个那就是购买这个停机瓶 一个小小的一个停机瓶的这个一个垫子 那你把无人机放在上面去起飞的话 第一可以没有这个草坪去覆盖它的这个壁杖的这种可能 第二就是如果你在沙滩上起飞 它也可以去完美的解决掉就是这个沙造成对你的无人机的一个影响的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你可以去考虑的就是购买这个增高起落架的这样一个设备 就是你把你的无人机的这个起落架把它垫高一点 那也可以去避免掉上述的这两种情况 那具体这两个配件是什么样的呢 分别都跟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那无人机是这样 那这边就是你可以增高的这个第一个设备 叫做增高你的起落架的这样一个装置 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属于前面的 那第二个您可以看到就是关于这个有个圆形的这个接口的是在无人机的后背的 好的 第一个设备就很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脚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是可以对对好的 形状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梯形的这个形状 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接口也是一个梯形形状 那你把它对上去往上推把它接好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前面 那同样因为前面是两个起落架嘛 那您右边的也是可以这样一样的情况去接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后面的这个起落架 因为后面起落架它没有这个伸出来的这一节 那你可以它所以它后面设计的就是这样一个圆形的去接口 那同样这个灯的位置你把它留给这个位置 那你只需要把它这样扣上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无人机这两边电高的话 你再去起飞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草坪 对它的这样一个遮盖到它的这个避障功能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觉得就是每次都去安装这个起落架会比较麻烦的话 第二个推荐产品也就是我比较常在使用的就是这个停机瓶了 叫做停机瓶虽然说听起来比较夸张一点 那它具体的话它是比较很容易携带也很容易收纳的 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只需要把它展开 这个位置真是大 那它一共分为两面 一面是橙色的一面是蓝色的就看你自己喜欢了 好的它的具体用途就是在你在起飞或降落的你的无人机的时候 然后就从这个上面起飞或降落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比如说沙地或者是草坪带来对这个避障功能的一个影响 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它 我可以这边跟大家演示一下 那首先先跟大家说展开很容易把它打开就好了 怎么去收它收纳它 这个的话跟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你手的话两边 然后这样像拧那个手帕一样 然后把它卷起来之后 它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圆 那你把大一点的这个圈 把小的这个圈给它包住就可以了 那你要展开的话 就是这样的 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它 我也这边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那关于这个停机坪的话呢 它同样还附上了这三根 像这个小铅笔一样的东西 它是用于固定住你的这个停机坪的 那大家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去安装它 好的那今天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这边的歌连回来 可以看到我们下来 或者我们下来 可以看到我们下来 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下来 回来 所以我们下来 那我们下来 帮我们下来 把自己开出 辛苦 都不能啊 好的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三个配件 希望能对对你的这个无人机飞行有所帮助 那秋天来了天气也开始降温了 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 多穿一些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的话 因为天气冷下来大家也知道 尽量减少外出 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吧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拜拜